汽車跟汽車在發生的事情 很多時候就 人就走了這樣 對 我因為還騎摩托車 所以我碰過三寶更多 無極限 對 你都騎重機 就幾個禮拜前跟他們蕊彎通告 然後今天要來上你們通告 就發生了 昨天去桃園拍戲 一路碰到三寶是我 不是 因為昨天是去桃園 青埔拍戲 一路都是高速公路 對 然後高速公路三寶是 這邊一排都前面堵住 這邊一排慢慢慢慢地走 對 然後我們還是在限速裡面 一擺你就在這個車上爬得很快 突然喔 我都懷疑他是玩命關頭的演員 就這樣 我這樣開嘛 他在靜止的車正裡面 真的快到了 突然 啪 突然打燈的同時 啪 往前走 這走很可怕 對 很危險 有一次我騎摩托車 是下班的時間 在台北的市民高架 下面的那個慢車道 市民到上下班時間塞慢車 那個真的喔 大型停車場 對 尤其慢車道 摩托車塞滿 就汽車不管你怎麼放 摩托車都是塞滿 我也騎個小摩托車 啪 然後就綠燈可以動了 我們停在塞在很後面 綠燈可以動了 我就動了一下 動了一下就聽到一個喇叭 啪 按很長一下 啪 這樣 然後我轉頭一看 一輛銀色的進口車 那個車主喔 那臉都脹紅了 為什麼 吸著 在裡面這樣 啪 隔著窗戶 來不及按那個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 好有畫面 對 那台北市嘛 其實這種裝很正常 而且車也沒碰到 然後我就很自然 我就很自然這樣 帽子掀開這樣 這樣舉 因為你窗戶開 關著 然後我也不能堵在路上 我就給你四個翼 然後我是摩托車 你聽好 我是摩托車 我在車車裡面 慢慢吐 吐到金華城 他從左邊把我攔下來 還追你的車去攔你 對 追我攔下來 好可怕喔 攔 他一先停 插在我旁邊的時候 我還沒有認出來 他是立刻把那個車門就打開 打開了一下 那個臉更紅你知道嗎 我以為是關公開車來了 紅了 然後我一看到是他 我媽媽就更火了 你開個百萬進口名車 你的人生沒有別的事情 可以做嗎 不是 我發完憑他就傻了 他嚇到吧 沒看過話也沒看過 他還沒發脾氣 他先拔了 不是 你知道女生就很吃虧 因為男生被攔下來 你還可以就是後悔 我們真的他們下來好兇 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停車也常常遇到 不是 我跟你講 以我一個男生的立場 女生下來 如果你們是那種開始發飆 男生就傻了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 那個三寶真的到處都有 但是有一種三寶是 你會嘆為關子 其實會很想要給他鼓鼓掌 我是在也是騎車組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大學在騎機車 然後我記得在新莊那一帶 很大條那個紅綠燈 所以大概是九十幾秒那一種 前面有一台車 九十秒一開始囉 一紅燈喔 他下車 然後開始拿刷子 然後擠那個你知道 魔術零之類 開始下車 然後開始刷 他開始洗車喔 洗自己的車子 對 他就立刻從那個駕駛座 下來 他拿來的水 我們聽我說 有多模糊 他心裡跳這時候 對 然後我們就先傻眼了 他就開始洗了 拿那個刷子 刷刷刷 他道具都很齊全喔 泡沫 然後啪... 大概才二十秒之後 已經整車都是泡沫囉 然後已經刷了很多泡沫 然後這時候 你還要射 還有那個六十秒 他就又上去 還接水管 你這時候會想說 怎麼可能來得及對不對 他這時候 因為都是泡沫啦 他這時候又上去囉 然後開始拿兩大罐那個 滑泡沫 礦泉水 然後開始 然後在他 因為他還要到那個車前面 繞到車前面 在刷刷刷嘛 這樣才衝得乾淨嘛 他忘記了我們喔 對啊 那個髒水這樣 啪 好噁喔 很像下雨你知道嗎 然後我這個開始 我還喝到那個髒水 啪 這樣子喔 你也來不及遺了啊 然後他啪... 這時候還剩二十秒喔 他又立刻上車 拿出大毛巾布 啪啪啪啪 他到底有多趕時間了 然後就把車子插得亮晶晶 乾乾淨淨 然後到五四三二一 他就上車 啪 就開走了 我的天啊 我居然沒有 十秒觀禮 超強 不是 這個能力 怎麼不上春晚 讓我們看一下 真的要上春晚 而且我跟你講 小優妳講這個 我就印象回來 以前我學生時期 住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 因為沛正姐 妳應該有一樣的回憶 就是妳只要一停在紅綠燈 那個洗車大軍 就會一泳而上 真的嗎 那時候有超多的學生喔 他們就會拿著一隻那種拖把 那種拖擋風玻璃 他那邊衝過來 然後想幫妳擦妳擋風玻璃 就撸玻璃的那種 妳一定要在他出手之前擋住 他說不要 為什麼 對 因為妳如果幫他 讓他洗了 妳就要付他錢 對 那個錢是隨性 隨性妳給他多少錢都可以 所以不是只有賣玉蘭花 他們那邊是可以幫妳洗這個的 很酷 真的 妳就等於是被強迫性的推銷 對 他馬上洗完 他就給妳拿個兩塊五塊這樣子 對 妳隨便要給他都可以 就是很快隨便的 刷一刷這樣子而已 然後那隻照片有多可怕 這是我在越南河內拍的 他們沒有紅綠燈 對 剛剛講說這個路口 沒有紅綠燈 什麼誰先到 誰先走 什麼什麼路選 那邊哪有 你看 它有摩托車 腳踏車 三輪車 人 然後它有車子 汽車 全部都在那邊 而且他們很奇妙喔 因為我第一次去越南的時候 我也有被嚇到 對 他們最奇妙的點是 按喇叭不停 對 然後那個喇叭是 對 然後我在想說這樣子 我怎麼知道是誰的喇叭 因為大家都在按耶 你知道嗎 就全部人都在 然後就沒有停過 然後我想說這樣 我怎麼知道是誰在暗示 誰或是誰叫誰小心 然後後來那個越南的導遊 就跟我說沒有 這個是他們打招呼的方式 他就很丟臉喔 而且就是各憑本事看你怎麼過 就像我用走的 也是在那邊想說到底怎麼樣過 還有那種 扁蛋賣東西的也有 就很恐怖 我通常有很多國家 像越南河的 對 它沒有紅綠燈 你看它怎麼守規矩 對 台灣很多地方有紅綠燈 你看它不管那些 有守規矩 我覺得比較 也是啦 也是 真正的參考 好考驗 很多長輩會說 那參考的啦 對 我們是重機嘛 我們就會在快車道 旁邊就是慢車道嘛 那個慢車道的摩托車是 那個地方會常常這樣 你看它打了右轉方向燈 滴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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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而要更慢 因為它打右轉方向燈 非常有可能就是你一到 以後它就左轉 對 然後所以我都很小心 但有一次我真的被打掛 凌晨四點 就是夏天天剛亮 我就剛過了小港機場 然後右彎要往那個屏東那邊 就是往林園工業群那邊 那邊就開始傳統市場 然後被這樣 好 有一個苦力人這樣騎個摩托車 然後後面拖一個那種拖車 兩個輪胎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 有 有 摩托車拖一個這樣 它帶甘蔗 我一看它左轉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我有預料到你這個小混蛋 對 我猜到了 結果它一左轉以後 就是一堆甘蔗 橫在我的路中間 閃 攔住 我要曬甘蔗 甘蔗掉下來啦 對 你瞬間就前後 煞車就把他踩 在摩托車的速度 整個就滑胎上 整個要當作越野 摩托車在騎啊 打開啦 所以你瞬間就覺得 自己好像湯姆克魯時代 也不可能是這麼 艾爾莎有在開車嗎 有啊 我曾經遇過一個 超可怕的大媽 就是好像在幾年前吧 那差不多在西門町那邊 然後它是一個梯子路口 那正常來說梯子路口 這邊會有一個 機車代轉區對不對 對 我就看到那個 前面那台車真的開開開 就直接在那邊停了 我以為就是一些比較 年長的長輩開車 他可能本來要左轉 可是他來不及切進去 他可能想說在這邊等 然後我就想說沒事 結果我就看到 就直接停了車 下車 然後拎著包包就這樣走了 他以為是停車嗝 對 他以為是停車嗝 然後很差 奇怪 很多 那個真的是 還滿多的耶 真的啊 我們很多檢舉案件 申訴案件 真的是把車子停在 好扯 對 因為通常T是行路口 他們就是停那個 代轉格就是在路旁嘛 然後他們找不到 停車格的時候 他們就 他們以為就可以 有個框框 可以停 他們就停了 那個尺寸不一樣嗎 沒有 剛剛好 對很多車來講 放進去吧 高車 剛剛好 超奇怪 然後就看到一堆機車 卡在後面 然後機車其實都這樣 然後還互看這樣 然後這樣 全部他都覺得很疑惑 我跟你講我朋友也發生 同樣的事 而且車上還有我 反正就是我有個朋友 是不是妳叫他去停的 不是 因為他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三吧 他就說我那天去站 我說好 他載我 然後我們要去吃宵夜 好像去板橋這樣子 然後他就來載我 然後一樣嘛 三個線道 因為他其實我們要回轉 到後面的那個夜市 他來不及偏左 所以他就還在最外面車道 他就 然後他就 對 因為他要回轉 他自己幫助機車在行駛 對 他來不及其他就這樣 他一邊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然後他被帶轉 那邊有機車 那時候 他過去的時候 就撞到人家了 就是 但是不是大轉 是有點像保齡球這樣 輕輕碰一下 然後那機車 然後我跟我朋友這樣 超微細胞 是啊 你看喔 在道路上 大家遇到三寶的頻率 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也幫大家整理了 幾個三寶最常發生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讓人抓狂的違規行徑 在三寶的眼裡 方向燈 就是打給自己看的是不是 真的 我跟你講 這個方向燈 我真的快氣死了 我人生中真的也是 碰到很多的三寶 有一次我就是開在 明泉東路 跟這個復興南路口那邊 復興北路那邊 然後你知道那邊就是 因為它中間還有一個 公車專用道 然後往那松山機場方向 然後我們兩台車 就這樣走走走 然後它會突然有一個 這樣稍微偏右之後 再往前這樣子 然後就在這路口的時候 就有一個阿伯 他就不打方向燈 他就突然這樣碰了我一下 他碰到啊 對 他的後 他的右後方碰到我的左前方 我們就這樣碰了一下 那其實是很小的插床 因為那時候塞車 所以其實速度很慢 所以車子沒有什麼樣 結果這樣碰到之後 我們就馬上停在那路口 十字路就停下來 然後整個旁邊都大塞車 他一下子他就指走鼻子說 我莫名嚇唬 我都還沒開口 你是不是酒駕 你酒駕 來叫警察 撤酒駕 他就這樣之後先發自然 我說好啊 叫酒駕 我說你先生 你都不打方向燈 你就是要過來 而且他其實也沒有要換車道 他只是就是想要這樣 偏過來 他就撞到我 好啊 他就叫警察 然後就是得理不老人 讓警察來了 也是來一個像小谷這種 很年輕的警察 他其實很年輕到算 就是比較 感覺沒什麼經驗的那一種 就是笑容可君 不是 我是說後面的故事 就是笑容可君 然後沒有兇手 他就開始拿一個機器 在那邊畫線啊 畫線啊 弄半天 可是我們就心想說 這個因為他也真的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他就那個警察在那邊 搞了半個小時 然後那阿伯就也在 就在旁邊這樣看好戲這樣 後來那阿伯喔 看音樂好像不玩啊 是 我覺得超誇張 阿伯就說 欸 少年 我跟你講 這警察看起來很菜 他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然算了算了 你賠三千塊給我 然後我們就和解就算了 他還要等你賠他 對 那他現在是選邊站喔 他反而是要聯合我 然後講說那個警察就是很菜 說你賠我三千塊就好啦 我看你年輕人什麼什麼 是阿伯 送給他送 對 我覺得 我現在想起來 我是碰到詐騙集團 你真的給了 我沒有給 因為當下我就火上了 我就說 阿伯 你有事嗎 我開的是BMW耶 你賠我三千 那你賠我六千啊 對啊 我就說我賠你就是三千 你賠我六千啊 你真的沒有喝耶 對啊 很清醒喔 我很清醒 然後我嗆完他之後 他說 好啦...算啦... 你們年輕人都不知道在幹什麼啦 他就自己摸摸鼻子 就開車就走了耶 走了 就走了 他就有沒有腫了嗎 阿伯 現在有遇過那個嗎 我遇過一個超可怕的真的是 差點是見上帝那一種耶 裹到腰上 然後我是行駛在中間 然後我後面本來有一台車 他可能想要超車 我這邊有一台大卡車 然後他就先這樣切出來 跟我平行 平行之後呢 他可能想要就是再超 因為前面他可能比較慢 然後他可能想要超我前面 然後再過去 所以他的路線是這樣先出來 然後在這邊的時候 同時這邊的大卡車呢 他就直接就像你剛剛講的 方向燈一打 他就只要切進來 然後我想說這是怎樣 而且他又是很長的車 所以他的車頭 他的車尾就先撞到我的那個 前面 撞到了 對 前面 然後我想說 對 卡車 然後我在裡面就這樣 真的這樣子 有點快滾這樣 結果後來這台車 他不是這樣過來 他剛好又要切進來 超恐怖 所以兩台車都有碰到你 有啊 哇塞 我昨天的這台 他也先去撞一下旁邊那個 那個圍的那個中島那邊 然後之後又再回來這樣子 真的好可憐 人沒事 不然我怎麼在這兒 也對 第三啊 對 沒事就好 然後那時候就是後來 大貨車司機 他們車上好像會有一個 那個行車記錄紙 對 就是他會測他們的速度 對 那個是大貨車才會有的 就像是黑盒子一樣 對 請他拿下來 然後就好像 就做一些確認的工作 對 因為我記得就是 我哥之前有跟我說過就是 你只要就是被開罰單的話 你先看你是不是寫上面的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造勢的 比較嚴重的人對不對 是嗎 你說在連單上面的話 第一當事人跟第二當事人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誤解 就是 先寫的好像就會是 比較錯的那一方 可是其實錄權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要做筆錄 回去還要調監視器 因為我們現場也會遇到 很多民眾其實是亂講車道的 對 所以現在那個就參考用 其實很多民眾會跟我們說 我不想第一當事人 我說你要換我就給你換 對 所以沒有差別 對 沒有差別 因為造勢責任有時候 可能現場 因為發生事故 其實很多人會驚慌 所以可能講錯車道 或者是影響我們現場 員警的一些 所以我們會幫你們調監視器 來幫你們釐清說 員警都會在現場做一些 確認的動作 然後就是保障雙方的權益 因為我那次是開車子 要上班 然後我們是地下室的停車場出來 那當然會有視線的死角 那當然門口會有 但是一個阿伯 他可能在那邊買菜什麼 他也沒有理那個 乖 他就騎機車過去 然後菜籃裡面都裝著菜 然後我就上去 他就過去 然後就 然後就是好像有點 他好像有點嚇到還是幹嘛 但有撞到他嗎 根本就沒有撞到 他的車子也完全沒有 龍頭也沒有凹或什麼的 但是因為他倒了一邊 對 所以他的籃子有歪掉 對 然後他的那個菜 什麼都滾出來了 尤其是這番茄 對 碎地 然後汁這樣亂噴 看起來好像水喔 對啊 好嚴重喔 這個超精心啊 你知道 然後幾根蔥擦在旁邊 然後他的阿伯就這樣子 倒在那邊 那當然就是比較有 上了年紀的人 你就會很擔心 他摔倒幹嘛的 可是他就自己站起來 然後走到旁邊去 他就說沒關係... 他休息一下就好了 然後就說要不要送醫院 要不要幹嘛 他就說沒關係... 他就說不然我打電話給我老公 叫他來接我 因為他的車子是倒的嘛 然後後來是因為 我們家的管理員 他看到前面出車 管理員就直接報警了 非常熱心跟機車 然後我就說那不然的話 婆婆我就幫你修你的機車 我就說那你要送到你那邊 你認識的還是我認識 他就說都沒有關係... 你就幫我修 我就說好 我一定會幫你修到好這樣子 我們其實有送他去醫院 然後陪著他去急診室 醫生看了一下 警察有一起去嗎 警察沒有 只有我跟他一起去 因為他一直說沒什麼... 去醫院還是我逼他去的 然後看沒有什麼外傷什麼的 還是我送那個婆婆 跟那個阿公回家的 回到他們家 然後警察也沒什麼事 然後這樣子就解決了 可是過幾天以後 阿婆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講說 他身體有不舒服 然後他就說他要賠償 我就說真的 那你有去醫院看了嗎什麼的 他就說沒有 但是我就是覺得 就是哪裡什麼不舒服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好 我說那婆婆 我說那婆婆妳要 我說那妳要多少錢 他就說沒有關係 我現在不跟妳講 婆婆 因為妳上條街委員會 對 所以他是電話裡面 不講金額 而且他的機車 其實因為我要去幫他付錢 我要幫他修 他機車其實也修大概一千多塊 就幾百塊 一千塊而已 根本沒什麼事的 去調節就調節 他就遞出了一張 洋洋灑灑的一張賠償單 然後其中他就要求 要賠償個十萬塊 然後我想說哪裡十萬塊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 最高金額的是 然後我就說怎麼會這樣 不然我就說沒有啦 我現在聽到那個車子過去 我就說發抖耶 心裡有意義 他說我現在家門都出不去 只要坐在家裡 聽到外面有車子走過去 我就會發抖 他說如果 我老公要叫我去馬路上 我站在馬路上 他說我就會開始哭耶 他說我每天最不早叫 然後我就仔細看了一下 他裡面還有洋洋灑灑 我還跟他講 那天車禍的時候 我還說阿婆你去哪裡 他說去菜市場什麼的 然後他也說他沒工作 但是他上面還有 列出來他竟然有工作喔 他還有一些什麼 理名服務啊 然後他有一些幫一些什麼的 一些什麼的 會有一些額外的收入 導致他這段期間不能上班 沒有收入 然後家裡也沒有人照顧 沒有人幫他老公跟什麼兒子 送便當 煮飯 買菜 他這些全部都加在我這裡面 就十萬 那我當下 我當然就不高興 我會說我沒辦法 然後調節委員會的說 好吧 那你們就各自再想一想 我們調節了三四次 就是搞了快半年 他的金額就是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到最後一次 第四次見面的時候 他是 他就一直增加 然後這件事情 困擾我很久的是 我們只要回到家通電話 那個阿婆跟他先生 都非常的客氣 都說好啦 我知道 你年輕人也賺錢 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每次一見面遞出來的單子 金額就是這麼高 然後那個調節委員會的 就是一直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你就付錢 你就協商 我就說不行 我說我要請律師了 然後調節委員會的人 就跟我講說 你請律師不會好 八萬到十萬 你這個調節下去 不會超過十萬 我覺得你可以調節 在十萬以下 你不要請律師 你們就一直調節 就一直調節不成 那這樣子可以一直調節 到多久 幾年都可以 不曉得 就你們沒有和解就 沒有限制 我要調五年 十年也可以 對 反正他只要請求 我就會中斷 那個兩年的計算了 他就可以一直調 然後他又不讓 然後調節委員會一直勸我說 你count down 你就付錢 對啦 好險的心態 然後到了那五十萬 我真的覺得太悍 我覺得非常生氣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不行 我現在 現在 今天就解決這件事情 我說你要多少錢 我現在就領現給你 然後我的現額就是 提款機提得出來的金額 沒有辦法再多了 就是這樣 提款機就三萬 然後最後你們知道五十萬 然後我最後是提多少給他 我說 兩萬五 重點是你跟阿婆 最後協商兩萬五之後 你們有簽那個調節 有 因為我們是在調節委員會 所以調節委員會的見證之下 我們兩個有簽書 但是要離開之前 調節委員會把那張紙 折一折以後 放到我手上 那個委員跟我說 我跟你說 半年內 你都還有可能再被告喔 不是一定調節我 不是 我調節在 這四五個月 你現在告訴我這什麼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 好恐怖喔 然後你知道我那半年 那這樣不是白條了 真的嗎 對啊 這樣吃不下 睡不著 我很怕那阿婆 聽到車子聲音 真的好緊張喔 我們錄影 其實差不多都知道 自己的充電在哪裡 然後像我們這種 常態性的錄影 其實就是你也知道 就是前一天如果睡飽的話 正常錄完 也就好好收工回家 然後那天也是錄完之後 我不是要開車回宜蘭 對 沿路上我就覺得 怎樣瞌睡 從在我的靈魂上面 黏著不走耶 好恐怖喔 然後我就開始一直掐大腿 閃自己發動 好危險喔 但是很容易 而且不好意思 我們收工也才七點耶 對 你到底要閃什麼自己發動 又不是凌晨收工 而且因為已經進了血睡 退無可退 你知道嗎 然後我說薄荷糖的操涼 拿出來吃都沒用 我就一直閃自己發動 然後三萬發動 想說醒個大概五秒 然後又... 你就是... 好危險喔 然後總點是 我老公就怕我太累嗎 他打來給我 他就說你怎樣啊 我說我到血睡應該快到家 他就說好... 那差不多就十來分鐘 結果沒有喔 我一出了血睡之後 立刻下交流到嘛 一下交流到之後 我立刻停車 然後就 真的假的 然後重點是 過了一個小時喔 我老公才打來找我 然後他說 你不是說你出血睡 你現在人在哪 這也太久了吧 我就下交流到在睡覺 不是 要是太慘 那邊老公拖去爬家民湖 其實也真的是很累啦 太累了 對啊 我想說奇怪 我們的體力怎麼會跟當年差 為什麼我盤藥有遇過 而且他 他真的是超級倒楣的 然後反正是一個女生 然後他也是騎機車 就是真的乖乖 而且那時候就是下午 可能五六點 四五點 就是其實還算平靜 沒有到很晒的時候 他就這樣 騎過去喔 然後就 那個車門不是這樣慢慢喔 他是這樣 啪的那一種耶 是瞬間 然後他就是這樣 過去的時候 要停那個紅綠燈的時候 啪 被擊飛嘛 他被擊飛的時候 他是直接滑到那個 斑馬線抽出去 差點還要滑到對面那邊 超級危險 然後他滑過去的時候 他是整個嚕在旁邊 然後安全帽也飛走 然後他整個這邊 全部都破掉了 對 二哥哥什麼的 都一片的血這樣子 對 因為那種無預警 這樣突然的對不對 我覺得最常發生 應該在趕時間的時候吧 很多民眾他停到路旁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 直接開啟車門了 對 所以我們一直在宣導說 你們在開啟車門的時候 後照鏡一定要看 確認後方是沒有車的 對 可以的話 探頭也往後看一下 因為一定有死角 對 後照鏡再怎麼拍 都一定有死角 對 然後我們一直在宣導說 希望能夠 兩段式開門 兩段式開門就是 先開一點點 讓後方的機車或汽車知道 前面的車子有狀況 可能是要開啟車門 然後開啟 先一段嘛 對不對 開一點點的時候 再往後看一下 確認沒有車 你再開啟車門下車 對 因為太多案 像我自己有處理的 交通案件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是一對 應該是經理級的人物吧 因為在做筆錄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是趕著開會 然後他們坐上那個小黃計程車 然後因為時間來不及了 他們在等紅燈的時候 就跟司機大哥說 我們能不能現在就下 我們用跑的回公司 一講完話 那基本上台灣有規定 計程車司機一定要 達到宣導義務 你們要確認後方沒有車 或者是停在安全的地方 才能讓乘客下車 在有兩個人嘛 兩個乘客 一個乘客還在詢問司機的時候 另外一個已經開車了 然後後面的就被擊落 然後騎車騎士有受傷 然後我們這件 都是有送到醫院來去做處理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責任歸屬到底是誰呢 我們會先去釐清 計程車司機有沒有達到 對 有沒有告知的遺物 那像那一件的話 就是因為還沒有講完話 一方已經掀開了 所以乘客我們也有做筆錄 為什麼 對 為什麼你要急著下車 那你打開車門的時候 有沒有確認後方 那司機還來不及講完 這樣責任到底算誰的 所以司機很可憐 所以就是算司機的 所以司機有責任嗎 司機那一件到最後是沒有責任 因為他在車上也有貼那個 我們台灣計程車 如果你們自己看的話 他們有一些標語在那邊 對 警告標語說 打開車門一定要注意 這件的話 計程車有一個責任 就是他沒有警告路旁停車 因為台灣很多計程車司機 可能是因為趕時間 所以我只要 附近給你停一停就好了 很多時候乘客也會硬要求 可能在三個車道 第二個車道就讓人家下來 就是有時候 你一看這個紅綠燈 已經是不是還有九十秒 有的甚至超過一百秒的 然後那個前面還堵那麼長 那你就覺得說 我既然在那邊等 我走路就要到了 所以如果你在九十秒的時候 洗車被撞到 洗車的也有問題 對 如果我在花... 我在花蓮看過一個很屌 你要不就突然開 你要不就像他講 兩段規矩開 對 那個大哥是 啪 車已經停好 然後車很多嘛 所以這邊就塞滿了摩托車 那我們大摩托車 我們就在後面慢慢跟這樣 原來我就看他車停好以後 停好就燈一滅 就熄完火 熄完火他第一個動作是開... 他就門就開了 然後門開了呢 就有一個摩托車就有點嚇到 緊急煞車 然後煞了幾台車 他又把門這樣關起來 他嚇到啊 對 他只開了一點點 對 他只開了一點點 然後他聽到聲音 他要把他關起來 然後接著呢 其實你就大概看一下就好 沒有 因為車很多吧 他就可能害怕 就一開發現有車 又關 一開發現有車一下就關 幹嘛啦 所以 我以為嚇不了車 現在 他現在 噔噔噔噔 所以我在後面 他現在還沒出來 我在後面看到了 就以為是 你是不是在拍喜劇嗎 那車門就一直 那就有一個年輕人就 就比較火大 急了 就比較快 然後繞比較大圈這樣過去 繞比較大圈過去 那一下子他決定 他真的要大開的時候 啪 整個門大開 然後那個摩托呢 那個摩托沒有碰到他車門 但是一大開那個瞬間 摩托就嚇到 所以摩托就重踩煞車 重踩煞車就 三百路四處回轉 他轉了一個方向 撞到他打開的這個車門 所以兩個都有受傷 沒有 車主還是沒受傷 車主最後就是 然後他就 那邊就砰 那個人血啊 不要出來了 要開不開 有人講 我就說 那個有人的話就有江湖 然後在江湖裡 這是什麼電玩遊戲的時候 我們有人在江湖 在江湖裡的時候 該當俗辣的時候 就麻煩就當俗辣 好不好 就不要硬逞強 我那個朋友 他是一個報社記者 跟我一樣都跑社會的 結果那個他脾氣很臭 而且他又從小是練舞的 他覺得他自己 就是有點像是 十八般 武藝將將 精通這樣 有一次要從國道3號 要轉到國道1號 就那個系統 就要到那邊 就前面有一台 那個黑色的冰室 就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通常一般來講的話 這兩個這個系統 這個接引道 通常一般來講 速度都不會太慢 就不曉得 他前面那部車 就開得非常慢 時速40公里而已 他就很不開心嘛 對啊 因為是傍晚 所以我朋友就在那邊 按喇叭啦 開大燈啊 就很嗨這樣子 對啊 一閃又啪了這樣子 啪得非常開心 就沒想到前面 那個黑色的冰室 那我朋友就想說要打架 結果他就把他的那個 車廂裡面的那個棒球棒 跟拐杖手拿起來 這個雙槍匣一樣這樣子 左右各拿了一支 然後就從那個車子就下來 就準備要往那個 前面的車那邊走 靠過去這樣 他才剛走到車尾 就突然間 那個車門就打開了 四散門 同個時間打開 然後通下來的話 就是大概身高 約180公分 流了那個小平頭 那其中兩個還長得 特別黑 特別壯 右手各拿了一把黑黑的東西 我朋友當下的時候 那個膝蓋就 發暖 然後 沒錯 不由自主就當下就跪下來 跪下來之後 還把兩個管道手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半條板拉起來 舉起來就把他投降一樣這樣 器械投降這樣 對 結果後來那個 其中有一個 看起來就應該像個老大一樣 他就跟我朋友講 我跟你說 我今天才剛放出來 今天心情還不錯 我知道 他講說今天心情還不錯 我原諒你啦 這樣子 是 那我跟你講 你先把證件拿出來看看 可以拿配證的 結果一拿 拿到一張 他記者證 就我們有個員工證 工作證 結果一拿去看 某某報的記者 你很害怕 我朋友說不敢這樣 他說他這樣 我原諒你 他收回去 你就從這邊跳回去 挖跳跳回去有沒有 回車上就好了 羞辱他這樣 我朋友就像那個 以前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舉著槍有沒有 然後開始就他沒有喊精神口號 就這樣一路就 跳回去 跳回去車上的時候 一上去 上去之後就坐在後面 群說 他跟我講說 當時還兩手發抖 真的 就看那個黑色的賓士 就這樣開講 所以他跟我講 我說你為什麼不報警 他說我證件他看過 他知道我是誰這樣子 那你說他怎麼報警 所以怎麼辦 劉律師 如果我們真的在路上 就是有遇到一些 惡法 或是真的很兇狠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很常看到 就是這種行車糾紛 然後兩邊停下來 可能就有人拿棒球棒 拿什麼東西 或是拿拳頭要出來理論的 那我覺得 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不是那種 可以跟對方對打的 不要直接出來 對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如果可以收證 你就收證 那再來就是報警 我們當然不是會下去 跟人對打的 我們就趕快把門 窗戶緊 根本都全部搜緊 可是問題他會逼近 到窗戶旁邊來怎麼辦 甚至開車去離開 那有的人 堵在前面我們走不掉 那有人就是去 按喇叭製造聲響 或者是呼救了 對 我甚至講說 最誇張的方法就是 直接開始播 讓這些畫面 直接在網路上 如果有人在周遭 可以來協助他 對 那俊悅你看起來 是一個好脾氣的人 你開車又有另外一個人格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問到方向盤 就人家在打那種 GTA5有沒有 就是電玩遊戲 有一次是這樣子 現在在一個單行道 那單行道基本上 時速是向那種 它絕對不會太高 然後剛好我就停在 單行道的停車格裡面 然後車上載著孩子 然後我就很遵從交通規矩 我知道我要出車前 我一定要先打方向燈 我就打了一個右轉方向燈 看看後面有沒有車 有一台車 但它距離滿遠 我想說應該可以讓我過 結果我車輪前面一出去 它就加速 它想要繞過我 我就嚇得半死 我就那我是要進還是要退 結果我們雙方停下 我就很生氣 我就搖下車上說 是個女的 我說你在幹嘛 我車上有小孩 你不知道這樣很危險嗎 他說你這大聲是什麼 然後我說 你是鮪魚對不對 我說對 我是 你現在是要找我吵架嗎 我說不太 被認出來 然後變小聲是不是 對 就是你知道 變布拉瑜 就是 當下 我原本以為是從鯨魚 結果你說你鮪魚 就會變成一個小蝦米 所以當下就很緊張 然後覺得 是我錯嗎 但是我又覺得說 奇怪了 雖然執行車是王道 但是因為我不可能 放在那邊打 你死都不讓我 就有點像李懿剛那個問題 我知道後面要跟進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是很好用 其實是有距離 其實是有空間的 而且它就是會故意要加速 就是想要繞過你 或者是想要避開你 可是導致 甚至這樣危險點 會造成擦撞 那這樣我想問一下律師們 到底是我錯 還是他錯 我們實際上 真的有遇過這樣子的案例 就是左邊插進來 然後執行車不讓他插 然後就真的他硬插 然後就跟執行車直接撞 對 那怎麼辦 實際上在交通大隊認定 一定是執行車 就是它沒有問題 而是你要插進來的 你會有過失責任 但是我們遇過一個 比較特殊的狀況就是 因為執行車它一直不讓 結果它因為旁邊的左轉車 跟它插撞以後 後面的車子撞上執行車了 因為執行車就會緊急煞車 後面的在執行車 後面的車又跟它撞上去 結果變成說被認定說 這個執行車因為你一直不讓 然後你的緊急煞車又導致 後面發生的事故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你當然可以你執行車最大 但是某個程度 你如果不讓後面真的 旁邊的左右轉車 硬就是跟你相撞 轉進來撞上去 你搞不好後面還是你有 來看一下 來 第三個 開車部署不准用導航 誰 對 誰 為什麼 這是我們家導航 這是誰用 開導航 是旁邊開車邊看導航 那個車上官嘛要設計 對啊 他是擔心你 他的意思是叫你做計程車嘛 沒有 沒有 他的意思是叫他背起來 比如說今天如果要從南港車站 到這個攝影棚 就要先背說 好 李欣 現在從南港車站要開到 東森的南港棚 請問要經過哪些套路呢 對 我們要左轉還是右轉 一 二 三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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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們辛辛苦苦地 發明了導航 我們這樣炒的產品 你為什麼不用 不用呢 而且你不用的話 你為什麼在我們家車後裝這個東西呢 對啊 要定期去更新 還要花錢是不是 他自己開車的時候還會看導航 他是個自己就是個人體導航 你知道嗎 他陸背脫手啊 誰隨我桌嘛 所以還要同樣要求 我也有這樣子 不是 你跟著老爺 嫁給老爺多久了 十年多 十年了 你看 十年連陸還背不起來 真是你 真是導航 老婆你是對的 我有十年是標準這個男人不停的 不是嫁給你 十年會被嫁給導航 好 導航 你為什麼要被導航 你 你應該嫁到松南機場去當導航才對的 哈哈 打台人員對不對 我把所有的經歷 我把所有的經歷都奉獻給了家庭 奉獻給了這個男人 我哪有那個經歷去研究台北地獄 研究導航啊 而且你們男人就是我人生的光明燈啊 我幹嘛還要這樣 對啊 其實你知道他很誇張 有一次你知道嗎 他拍戲很累 我想說那 那剛好我今天沒班 我再已經去好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在在 他那外景地方有點偏 我沒有去過 然後我看他睡著了 我偷偷打開導航用一下 結果一開始導航 你知道他耳朵多黎明了 撕起來了 你幹嘛 你幹嘛 我說沒事沒事 你幹嘛開導航 你要把導航的聲音給關掉吧 我們用法國 不是 導航一開始 他會講話的 講話 沒有 我跟你講 關掉才危險 因為關掉他就邊開邊看 然後想說 到底現在說的 請在下一個路口 圍靠左行駛 到底要多圍嗎 你要左一點嗎 他就把我趕去路邊停下來 然後把我趕下車自己上來開 不是啊 問題有時候在高速公路上 那有岔路 或要不要下交流道 哪有辦法 就是不看導航 那才有危險 是啊 對啊 你不知道你好不可 而且 而且超過一個路口 下去三十公里耶 對啊 很遠耶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室 跟上潮流社會室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室 還有時尚這檔室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索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